繼續下去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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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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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等我说话呢 我先听会儿音乐,来得太晚了 今天那个忙了一整天 然后刚吃完饭 超级忙慌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今天是节假日 假日的话 居然能有四十多个人听课 太不容易了 伤坏了吧 好久不见 上周是因为我出差 然后本来是把课程 调到 调到昨天的 昨天我还在北京 今天刚 昨天晚上回来的 昨天晚上回来的 啊,真的挺忙 啊 发我微信不回啊 我的那个 我的手机啊 QQ微信 回不过来 进行谅解 我每天那里边那个 那个小点啊 就跟我说话的人 特别多 然后发护刑啊 然后有 有什么问候的 发护刑的 真的是 回不过来 我有的时候统一看眼 同一看眼 然后一起 看眼 回复一下 有的 有的时候我也 看完了 我也不回复了 然后就真的是要回复的太多了 然后就真的是要回复的太多了 我真的是 不 何况是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啊 根本就忙 不能 不说不能帮忙 是真的是 帮不了忙了啊 真的是帮不了忙 尽情谅解啊 这个 这个 真的是尽情谅解 工作蛮忙的 然后还得抽空讲课 连归正传啊 那个我看了一下 今天的课程是 呃 loft loft 然后呢 大家谁有那个loft 可以发一发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 随便拿了一个户型 给它改成loft 或者是上网条 找一个loft 一样的 loft 我喜欢 但我没有 没有备客了 没有备客 如果你没有loft 可以发一发 面积也不用太大 loft 有吧 有的话打字啊 嗯 然后可以发 没有的话 我就自己随便找一个 啊 有loft 复试也可以啊 差不多就都行 面积不要太大 最好是 一层有个 三五十屏 二层有个 底支屏 你看不太清楚啊 这都有凉的标高 凉的标高 这个看不太清楚啊 好 嗯 嗯 否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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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憧憬 以爱的 眼前 这个是个门市房吧 这谁发的 早晨发的 早晨发的 温暖 唤醒了 我 死定中 全部的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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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日落的啊 第一个有点看不太清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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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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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这个蛮清楚 但是这个是住宅吗 朗晨那个是住宅吗 嗯 莫凡也发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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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再看图 你们也应该是看不到的 打开 现在能看到了哈 时间关系我们就选莫凡的这张图吧 行吧 然后日落的那个图 二层没有不完 二层没有不完的话还蛮麻烦 太挤了一层布的 太挤了 重新梳理梳理 该放弃的放弃 我们就看莫凡的张图吧 但这个方案本身已经挺好的 我以前上课应该有讲过类似的 尽量把这两张图对齐吧 我怎么感觉有讲过类似的图 我怎么感觉有讲过类似的 行 我们就两次要煮好吧 讲个类似的 不是每次都是这个形式 我没有准备 我没有准备互行 然后我们是有互动课程的 互动课程你们随便发图 这个呢就是也相当于是互动课程吧 然后但是呢是有要求的是love 因为这个课我们要讲love 团队啊然后呢在座的各位设计师如果有需要这个啊需要需要互行优化的啊可以找他们直接找莫凡他做了很早以前的老学员啊现在也特别厉害了已经啊这个图应该不是他做的啊这图应该不是他做的 但是估计他应该有做啊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这个优化也是非常成熟了 大伙这个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个工作的这个需求的话哈 可以适当的联系他们价位性价比呢都蛮高的 嗯 嗯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love的啊这个love的这个love的的话一层呢就是嗯洞区二层呢就是两房啊两房的话因为呃 相对来讲那个比较开放嘛哈open一点所以说一个卧房加一个书房的一个形式出现啊二层的这边是我房这边书房然后客厅呢是调控区啊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餐厅区呢在这个楼板楼板的下边哈然后呢之后一层呢配套了他的呃卫生间啊不用他不用家淋浴房啊只要是呃这个这个洗手台和马桶就可以了 然后经过一道楼梯上到二层啊上到二层应该是从这边上楼楼梯的下方呢还是这个储藏间啊储藏间 然后里侧呢会有一个厨房厨房的话他的管道的位置会处理在会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让出了一个一个生活阳台啊让出了一个生活阳台 这样的话呢能解决一些平时的这个这个晾赛的洗衣服的一个问题哈 同时呢这个厨房就会在这里啊厨房相对量就会被压小啊被压小了一些 呃从楼梯上到二楼之后呢呃上侧呢是书房啊书房的话这个位置呃可能是看上去想做一个飘窗之类的东西哈 然后呢背面是书柜同时这边是玻璃栏杆啊栏杆扶手直接跟下面是通透的上下通透的关系啊从这小口过来呢可以进入卧室啊卧房区啊 然后从这边过来呢这块有个小梳妆台啊是洗手台啊为马桶间马桶也是做开放式的哈马桶间然后呢领域房啊基本就是这个空间是呃一到两人住哈单身或者是情侣啊或者是这个新婚夫妇来住啊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 这样一个配置啊这个户型本身的这个规划呢功能区分区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在里面寻找一些他的问题所在啊他本身的整个空间的格局啊包括楼梯的位置啊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上下的关系没问题但是功能区的一些细节啊处理可能是就是稍微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厨房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小小小的切入点啊我们往往去看这个户型的时候啊 那寻找这个切入点假设当前的这个布置满足了 满足了呃满足了这个户型的需求啊 新生客好吧弄三房吗三房三个房间 不是说弄完三房就厉害了啊 这个明显看我们这个户型只有几扇窗户啊自己数一下 一二三四四三窗户朝一个方向啊四三窗户朝一个方向 那这其实在四三窗户的话你要分配好每个每个每个窗户的的功能吗啊每个窗户的功能 那我们我们试一下这个这个三房 试一下三房 首先那三房的话你这个调控区指定是不要了吗 对吧 常规来讲指定是不要了呢 你不可能把一层的这个这个客厅也摘出去 吃客厅摘出去的话餐厅又没有了啊 你先分析一下这个一层哈 我们先做一版三房的方案啊 买三房的方案 上来就三房啊 嗯 首先呢这个生活阳台你想不想要他啊 这个朵子假设他是动不了的啊 那应该是个简历简历简历柱之类的东西啊 虽然没有天充但是感觉应该是个简历柱之类的东西 嗯 嗯三房的话呢 你可以有几种分配方法啊 比如说呢呃有两个房间你是要设在楼上 还是三个房间都设在楼上啊 这样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如果两个房间设在楼上的话 那一层的话指定会需要一个呃一个房间对吧 一个房间那这个生活阳台你要不要啊 生活阳台指定是要了啊调控器就没有了落伏他的意义就基本上没没没什么存在的啊 如果是这个空间我们要他 然后呢我还要在一层里加一房那你加一房的话 常规来讲啊 不是加在这里就是加在这里吗 嗯 真的加在这里 但是呢这里的话还会处理成厨房啊 他相对这样离的位置比较近一点 所以说呢他最佳的一个位置可能如果是出现卧室可能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原有的客厅位置 那原有的客厅位置你要切出一个呃面积适当像一个房间的一个空间啊 虽然他可能靠边靠边一些 但是要切出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 假设你楼梯不去动他楼下呢 他指定要一个卫生间了啊 卫生间的配置还可能不是特别高啊 比如加个领域房加个领域区啊 然后呢这块在这个空间你要解决什么 你要解决客厅和餐厅 对不对 客厅和餐厅 客厅和餐厅 所以说呢 然后呢你同时你要考虑你是三房 三房的话你的餐厅区的配置要要要怎样啊 一定要很舒服 所以说这个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就 特别紧凑啊 就特别紧会特别的紧凑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啊 一个长长的沙发 啊 然后呢一侧解决餐厅 一侧解决餐厅 一侧呢解决客厅 客厅同时呢 还有考虑什么是否有个电视背景墙之类的啊 然后厨房的门呢是否要让开 厨房的会不会更小 然后呢你要怎么去优化它才会更加的合理啊楼梯呢会不会只能出现在这个位置啊只能出现在这个位置如果是啊把它抛开的话就楼梯不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会在其他区地区选择那你看这个位置呢 那你其他区选择还有没有区域了 还没有区域了是不是会很尴尬 然后呢这个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了没有的话呢你可能要考虑哎我这个生活阳台能不能扔到楼上 哎让我的厨房呢还是相对来讲呃稍微的舒适一点 稍微的舒适一些 然后仅有的一个电视背景墙区域啊 电视背景墙区域然后楼梯下方的这个收纳呢比如说我可能要从这个厨房开一个外开 从厨房开一个外开这块就处理成电视了 然后呢生活阳台我要处理到楼上了啊这样的话厨房呢可能呢他能解决什么解决之前没有的一个冰箱区域啊高的冰箱 对不对厨房会舒服一点啊 然后呢呃这个卧房呢我要做成半开放式的啊推拉门半开放式的 然后呢里面要不解决什么解决这个这个啊 床啊床的话是固定的 还是就是可遮叠的啊比如说我们先是可遮叠的啊 闭床 需要的时候给他放下来啊一个1米5的还是1米3的啊 1米5的得下来 然后这边呢解决什么解决什么书衣柜啊书桌啊之类的啊 还是我们先解决一个衣柜双开门 然后呢这边是书桌 那这个房间给他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书房和客房的一个功能啊 平时就打开的一个大大的书房里面铺个地毯 让客厅呢更加的啊显得显得显得大气一点 对不对显得大气一点 这边呢同时还要处理好雄关柜 是吧卡死了 一层就这样卡死了啊那我要把生活阳台挪到二层 二层要放两个卧室啊 这样去定义生活阳台挪到二层二层要放两个卧室 然后这边呢从楼梯上来 这本方案就楼梯没动它 楼梯上来你可以把调控区不要啊 可以把调控区不要 我们试试如果延展过来啊延展过来 我要这个客厅的啊 调控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要客厅的一口 然后呢我需要流油过道 也就是调控区在这咯 需要流油过道 那这个房间呢也就是一层的那个卧房的正上方 对不对一层的卧房的正上方 那这个房间呢就是现有的这个厨房的正上方 啊然后里侧这个空间呢 比如说是呃一个完整的收纳间 或者是这个是玄关餐厅的正上方 啊当然调控没有必要这么大啊 没有必要这么大 所以说呢这个区域呢可以有一个什么啊 补偿间啊补偿间之类的衣帽间整个完整的衣帽房 那你看这个房间如果它作为主卧的话 它的尺度感觉呃又是不够啊又是不够的感觉对吧 不够那比如说呃你可能会呃反反过来想一下啊 反过来想一下这个康房间呢你需要放大它 所以说呢需要这么拉一刀对不对 拉一刀放大它 同时呢还有生活阳台的问题哈 放大它放大它的话你的调控器就变小了 调控器就变小了跟客厅呢完全不匹不匹配 那你会发现这么来到两个图一起看的话 来到的话呢那我如果客厅客厅和餐厅兑换的话呢 状态是什么样呢啊 客厅跟餐厅兑换的话 反推到一楼啊就是听一听听我的这个切割逻辑啊 切割逻辑切过来之后呢这边呢又又形成我的客厅啊 由于一进门呢就是大条空客厅 往里侧呢是餐厅 这时候呢餐厅可能跟什么跟这个嗯 书房呢他俩的关系会更好一点啊 让我去这个通往这个书房的这个门呢 门的形式呢要调整一下啊 可能有一个大大的固定扇 然后呢会有一个开启扇啊 地可能是开启扇 然后客厅又会往这边啊 客厅一旦往这边的话呢 楼梯是否两啊 它的上去的方向要调换 上去方向要调换一下 这样的话还会形成我的电视部影墙的区域 楼梯会从这边上去对吧 然后呢 我卫生间的门呢必须要调在这个位置啊 当然了也涉及到马桶位置能不能调啊 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吗 对吧 然后呢餐厅啊 这个雄光柜还是要保留 这块呢会是客厅区 只是说客厅的布置上的话可能没有原来舒服了 从这边上来 给它一个挤一个挤的话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够啊 不是特别的够的话只能是占据这边的小椅子 小椅子拿过来的话也能用一把让客厅形成一个围盒 这个就没了 这变成动线区了 然后这边呢 一样的还是需要处理玄关柜啊 那是个矮柜 这样的话整个客厅呢是一个调工区 客厅是调工区 采光呢还是从AB窗来 AB的这个移门来采来采光啊 然后餐厅呢跟厨房的关系会近一点 这样上到楼上之后呢楼梯调换过来之后呢 从这边上来 这边是把手 扶手上来 上来之后呢 保留住了这个客厅的调工区 保留住了客厅的调工区 然后呢就是 这个房间和这个房两个房间的分配 而这个板方还是要保留这个 保留这个这个还是Loft的感觉吧 尽量还是让他要一个要一个调空 要一个调空 然后这边的话 你会考虑进去的门的位置啊 比如说这个想我保留他啊 让两个 让两个空间全衡 空间 合理一下啊 这边有三米 三米 净尺寸也就 净尺寸可能也就是 三米一的样子 三米一的话 嗯 减去个六百的柜子 还剩两米五 两米五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这块呢 比如说你要是砍掉一个动线的话啊 砍掉一个动线 分别进入两个房间 通过这个口呢 进入两个房间 那对这个 儿童房的 牺牲呢 还是 还是比较大的啊 对这个房 房间的牺牲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呢 刚才又有说这个生活阳台呢 要让过来 让过来的话 我看看这边 怎么形成一个生活阳台 算了 让过来的话呢 下面就相当于是一个客房 让出去一个生活阳台 生活阳台通过儿童房 那这块呢 只能怎么样 只能给他单有单T一个什么动线 单P一个动线 进入主卧室 然后主卧室 常规布置就可以了 努力一点 公司呢 这块的墙 墙面的处理 不能了 还是常规处理 一毛贵 电视柜 电视柜 儿童房 电视柜 然后呢 这块就有个小生活阳台 这边一个薄柜 一个深柜吧 因为还是要把洗衣机 处理在这个位置 这边挑空应该是可以加楼板的吧 设备间的上边 什么就假设他用不了吧 假设他用不了吧 然后呢 这个需要 比如说推拉门 推拉门 一个书桌 它的一毛柜呢 就是一个深柜和一个浅柜 这样的话 这个方案呢 就 这是扶手啊 保留住了 保留住了 这个卫生间应该没问题吧 卫生间的话 应该是 一个洗手台 正常坐 一个门进来 洗手台 然后呢 马桶 然后是淋浴房 淋浴房可以做点收纳什么的 不需要那么长 这样的话 就保留了 Loft的挑空 但是采光的话 客厅采光的话 会是会是间接的 会是间接的 楼下这边透过来 然后客餐餐厅厨房的关系 然后下面呢 有保留一个卧房的可能性 住房间客房的一个空间 同时呢 主卧室的空间放大 主卧室的空间放大 这个儿童房保留 生活阳台呢 挪到楼上 挪到楼上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厨房相对放大了一些 厨房相对放大了一些 这边还可以加一个 操作台的样子 然后电视在这个区域 然后一进门的这个区域 前面的上侧 这块是TV 然后从这边上来 这块擦掉 客厅正常方式挑空区 就可以有一个什么 技术吊灯啊 还是什么 组合式的吊下去 保留了 保留了 这样的感觉吧 当然这只是三房的方案一 因为会出现很多种可能性 现在是三个房间都三个卧房呢 都是 都是三个卧房呢 都是 直接采光的 三个卧房呢 都是直接采光的 对吧 三个房都是直接采光的 那如果 刚才是一层甩一个房间 如果二层甩三个房间的话 就是那个 浪普他的 小空的区域呢 可能就 可能就没有了 可能就没有了 除非 除非你三个房间呢 都 特别的小 三个房间都特别的小 那个是什么鬼啊 你们平时看资料看的蛮少的 前一阵正好有大师发作品 正好有那个东西 我以前有做过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鬼 这套浪普 听过我课的人听多的话呢 应该是看到过这张图 嗯 你们看到这套浪普的啊 这是广州 方兴金曼湾的一套浪 嗯 施景照片也有 但是我手里没有了 我手里有别的户型的 嗯 我手里有这套施景照片啊 可以也有 这个这个 看不看到这块有个暗门 暗门的话是进入下面的卧室的 然后这边有个暗门是进入上面的主卧室的啊 然后呢 在横向挑空的话 实在是不想牺牲另一个空间的动线啊 就挑出来一个挑言 曲线的挑言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呃 防门的这个这个这个动线问题 但是从利从空间角度上讲的话 就多现了多了这个弧线啊 多了这个弧线的一个区域啊 是说呢 你要把比如说你要在弧线的话呢 你去找一些呼应的一些手法啊 用一些圆圆圆的东西 圆的东西去去呼应他去 弧线了去呼应他啊 这样子这个东西啊 一个道理啊 推到我们那个空间是一个道理 一个动线啊 是我看看有没有实情照片 啊 可以看一下实情照片 这是镜像过来了 看看 这个区域镜像过去了啊 镜像过去了 嗯 金茂弯啊 金茂弯 呃 当然了 那个样板房是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这个呃 门的啊 样板房是没有做门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客厅区啊 客厅区软装配的就比较跳 从上往下看的客厅区啊 啊 这个是楼上的拍的绿 他的绿形啊 这个图没有处理还没有处理的图就是偏绿一点啊 楼上的话呢 这个就是那块啊 那块挑出去的那块用了弧线玻璃 弧的玻璃 然后里面呢就是卧房 当然他外外边呢就正好是做了一个开放性的书房 楼下呢有个Loft的关系这块是有道凉 哦有道凉 这道凉呢是我们后建的啊 他是不想让在下面立住啊 然后呢不想让在下面立住的话呢 上面也同时考虑不磕头 小心碰头 同时考虑不磕头然后整体的高度做好就OK了 原来呢这个照片片绿的啊 我们也后期的 我们也不注重特别强大的宣传啊 补书后期他了 补书做高端文本了啊 这不是楼梯还是叫啥门 还没问题的 行吧 好 如果是楼上三房的话那就是比较的比较的尴尬 我乱要喝这个 你拿呀 蛤 拿呀 没有有只有啤酒 只有啤酒 喝啤酒啊 一样一样一样 杨开子那要有啊不能牺牲掉 看看你们问的问题 背景墙旁边是厕所门 对对对对 背景墙旁边是厕所门 嗯 真想要三房啊三房方案我还没有来得及话 刚好看他说老夫的发来些真 真要三房那我们就要三房了啊三房那我们今天就讲三房好吧 嗯 那是相当于一局要改呃一局勉强两局两局呃一局半哈 要改三房 刚才那套方案我看看啊什么的细化啊 嗯 就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改叠啊 那我们只做三房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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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目标了哈 有目标了目标就是三房 那我们就在可以在三房里转啊 目标就是三房 有目的性去做东西就比较好做哈 比较有方向感啊 比较有方向感啊 还要加个一帽间是吧 刚才我们那把方案是有挑空的啊 没有挑空的话都会多了很多空间出来嗯 认真套位都出来了二楼的套位什么都出来了那但是没有必要感觉没有必要 但是也不一定啊看房价哈一平米多少钱呢那你是多出来多少瓶呢是吧多出来十个瓶呢 不要挑空的话我就多出来十个瓶的话那效果是非常棒的啊 我们试图在楼上搞个三房的话那楼下的话的确就不舒服了 要不要挑空区啊 要不要挑空区啊 看我说蛮贵的嘛 要挑空区啊不要挑空区的话没意思啊 就变把题目就改掉了是吧 改掉了 老夫的存在意义就不大了 老夫的存在意义就不大了 对如果是经济性客户的话就不会要对是说实在话啊 嗯 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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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厅非想要一个非常想要一个有采光的沙发区呢是吧 有直接采光的沙发区呢是吧 而且他要三房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还是板房的一个思路去做的有一个是书房间客房 往往他要硬性要三房的话有可能就是三个卧室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楼梯可以改啊 刚才的方就是楼梯没有动吗 楼梯没有动了 楼梯没有动了 他这个啊 就可以全部都拆掉自己重新建的 如果有现有装修了装修好了的话全部拆掉重新建的也可以 嗯 重新弄的也可以啊 嗯 你们去规划loft的时候也是像我一样的两张图并列或者两张图叠加啊叠加这样的话去考虑一下啊会会好一点 嗯 上面来头来头先下面就跟上哈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嗯 但是这块试必感觉好像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凉啊 我看一下哦扔允许我写写割两分钟啊 三房要调空 跟刚才的笔呢换一下 那上边呢就硬性不需要三个房间了 因为要调空的话呢 实际影响比较大 实际影响比较大 我们就两个房间底下给它归弄出了一个房间 归弄出一个房间的话也蛮头痛啊 如果只是小餐厅区调空呢 人秀切割一会儿啊 有点难度 我给你们放手鸽啊 一会儿再细讲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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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